哈啰,大家好,小朋友大家好,Dez 前面我们介绍了几只偶像团体,然后还有偶像的一个基础 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偶像这个剑船要介绍 首先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戴朵 戴朵的第一个技能呢,就是如果他单一个人在前排的话 会提高这个旗舰的防空属性,并且额外发射一轮弹幕 其实很少会有1加1的情况,除非你要D号 那D号他也有他D号的好处啦 所以一般情况我们都会使用前排比较多人的 那前排如果有其他人的话,会提高前排的这个航速啊 命中防空,并且强化这个特殊弹幕 所以在整体的这个防空命中还有弹幕的速度上面 其实都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加成 那第二个技能,就是60秒内提高自己的回避速发 也就是增加自己的生存,还蛮简单的 那在战斗如果每击破两艘船,还会额外提高这个防空属性10% 所以多三成,所以还会再多30%的防空 戴朵本身防空就很夸张了 但再加额外30%真的是太强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原厂戴朵跟MU戴朵之间的差异 MU戴朵在基础血量上面比原厂戴朵来的高 那原厂戴朵其实有很多自强化的一个技能 那绿色部分代表是自强化后的一个素质 在火力上面还有在对抗方面 自强化的结果其实都还蛮高的 还有在这个我们的装填上面 其实雷级装填都有不错的一个提升 那火力面板其实都还不错 就单纯效益来说 这个原厂戴朵的这个性能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MU戴朵自己的buff就单纯来看话 在对空的补阵其实补了很多 补到了614 那其他的部分呢 其实在火力上面 还有在鱼雷雷级上面 撞天上面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提升 那如果这两刹船一起的话 因为原厂戴朵会提高这个戴朵级的属性 所以两个在一起的话 它会buff到MU戴朵身上 那MU戴朵的这buff也会buff到原厂戴朵上面 所以可以看到红字 红字在对空方面 原厂戴朵可以到了6-5 那MU戴朵可以到6-7-8 这个就是防空的一个天下 那很多地方都可以补啊 比如说补雷级的部分 然后补一些回避啊 补一些这个命中啊 其实两边buff完之后 其实属性上面其实获得了不小的一个提升 那差别就是原厂戴朵在火力来到了这个140% 那主炮效率呢MU戴朵到了135 取得带制的是对空来到140 那原厂就135嘛 所以MU戴朵它边比较注重是在这个对空方面 那原厂戴朵呢 其实对空很强了 那火力也不差就是了 所以这边会有个很好一个组队 两边这个戴朵家具互相buff 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属性 你又可以吃QE 这样又可以满足一个皇家的阵型 再配上乔武 满足了四皇家的一个阵型 那戴朵也可以带出这个EV300的buff 所以这四个人基本上就是皇家的一个新的一个体系 四皇家 那后面你要带unicorn 你要带什么其他的半人马也好 前排你可以带个天狼星啊 血姐啊 皇家的女部队 其实都可以 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你不要脚干子有单转的效应 这如果很多转buff起来 这雪球实在是滚到太大太大了 大到连这个QE都快受不了了 你懂我意思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基本的配装还蛮简单的啦 就是凯旋炮磁雷 然后伯伏斯 这个四连伯伏斯是基础 如果你有二期的STHG 或是三期的伯伏斯的话 其实可以用更好 DPS会更高 主要就打对空 所以主要对空就是增加这个对空的性能 然后增加这个耐久 这样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偶像塔斯干 第一个红技能 跟这个冰之妖精跟原厂是一样 它会一样存在这个50秒 然后对敌方一直不断的攻击 那这边不一样的地方是 十次攻击之后呢 原厂是会降速的 那这边偶像地方是提高航空伤害5% 直到战斗结束 所以这个技能其实比较适合打王 因为这个buff一直持续着 只要被打到就一直持续增伤 算是一个辅助技能 那原厂的伤害跟这一次这个偶像伤害 是一样的 所以不用担心 伤害是一样的 那第二个技能就是 前三场战斗呢 会提高炮击12% 那后面就会提高自己的防空 就是等于说提高自己的生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支的比较 原厂跟这个mule之间到底差了多少 其实在血量上面没有什么差 那火力上面虽然说原厂会比这个mule的还要来得高 即使我们把Duff加上去之后呢 这个偶像在前三场有165 那后三场的话 后面就没有这个火力的加成了 那在对空方面 原厂一开始就有蛮不错的一个对空 即便是这个第四场开始加防空的这个属性质 也还是稍微赶不上这个 稍微差了一点原厂啦 那在其他的部分其实基本上没有差 那在整个的主炮效率啊 雨雷效率对空效率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完全 差不多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偶像是比较偏辅助一点点 输出当然会稍微输一点点这个原厂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在编队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两只放在一起 这两只真的是火力超高 原厂火力已经是天花版等级的 稍微输一点点的这个偶像系列 其实也是站在整个炮区的前段版 这两只放在一起真的是太可怕了 你和旁边还可以配个北风 等于说这三只天花版等级的炮区 在前面不断的撒伤害 那配合到龙凤来补这个 技术血量比较低的驱逐 所以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方式 因为原本这边也是配合到 航母的输出嘛 所以你后面可以取用一些比较多的航母 来配合这个偶像系列来做打击 也是不错的 那装备很简单 就是凯旋炮10类 然后113 那增加生存的道具 加上去就对了 主要就是靠这个凯旋炮 来打出炮击的一个输出 好接下来看一下偶像光辉 偶像光辉第一个技能 其实主要就是看这个 空袭CD1好的话 就会使全场减速30% 那并随机发动三种效果的其中一个 这三种效果其实不是我们主要的诉求 我们主要诉求就是空袭CD1好 它就会触发这个缓速 不是说你按下距空袭才会触发 它CD1好就会直接触发这个减速 所以这边你调速调好的话 你可以配合可威 可以配合半人马或是方舟 可以达到很多很多的一个减速空间 减速的波段 大大延长这个减速的一个幅度 所以这额外的这几个三种buff呢 其实不用太在意 有触发一定会触发 只是说拿到哪一个不用太在意 说一定要拿到哪一个效果 重点我们只要有缓道数就就好了 那第二个技能 其实第二个技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弹幕 空中支援的时候一定会百分之百触发这个弹幕 这弹幕很可怕 它是两架飞机 然后这两架飞机 每一架都是带145x9的一个航弹 那对甲效率 对轻甲来到180% 超夸张 你没看错 180%的对轻甲效率 很夸张 当然对重甲就没那么好 这个大概是什么 等于说是一个战剑投射在轻甲上面的一个伤害 这非常夸张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个头弹的游泳剑顺序 在13章 它会游泳剑去描这个补血剑 然后一些其他的一个功能剑 再来是描人形 人形完之后才去描鲨鱼 所以它一定先描这个补血剑 补血剑就是轻甲的属性 所以它可以直接秒掉这个补血剑 常常我们在打13章打大缝的时候 它后面都会藏一个补血剑 如果你把这个偶像光威拿去打13章的大缝 那补血剑基本上遇到它就是直接死掉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会有其他补血剑的一个困扰 所以这个偶像光威实在是 给这个弹幕实在是太优秀了 别的不说 光是能够轻松秒掉补血剑 这个弹幕就非常的有价值 剩下我们来看 这个原厂跟偶像之间的差距 其实差距都没有明显的一个差距 有真有减 其实没有明显的一个差距 主要的变化是来自于这个舰载机部分 原厂的这个战斗机是两片都是战斗机 来到135% 那偶像这边是掉到变成125% 其实效率还是够高 它取悦代字是偶像这边的鱼雷机 提高到135% 所以它就是可以增加在鱼雷机上面的一个伤害 所以一般来说 现在我们的这个配置 一样 F4U 两个F4U 或是其他的 能够增加快速起飞的裂峰也好 再来配上我们的这个桌宇 这个归航性标呢 其实是加速它在CD上面的一个轮转 我们也看到CD可以触发缓速 CD可以触发弹幕 所以它的攻击手段就是不断的缩短它的CD 可以达到更有效的buff 更有效的一个航弹输出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偶像恶毒 偶像恶毒第一个技能呢 就是每20秒会召唤这个曼旧 然后自己会停止3秒 这停止3秒还蛮好笑的 它自己一个人站在那边 你其他前排有其他人的话 一样会移动 航速其实不会被影响 它只有一个人罚站在那边而已 那这个空袭呢 跟我们之前某位狐狸是一样的 它是直接召唤这个空袭 然后呢 威力是看雷击加成的 所以它不会受到这个航空减伤 所以雷击有多高 这航弹炸出来就有多痛 非常夸张 那另外这个起飞之后呢 额外会有50%距离回自己的血量 所以它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有回血有输出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技能呢 自身开始就直接加炮击20% 那急破敌剑还可以再加3% 最高跌三成 所以有可能跌到29%的炮击 基本上它炮击输出就会很高 还有前面的这个空袭雷击伤害 所以另外在自身受伤也会降低5% 然后每25秒还会回复 对于武中所有驱逐的血量3% 所以可以打可以空袭可以回复可以减伤 这个其实很多技能都在他身上了 我们来看一下原厂跟偶像之间的差异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唯一差的是偶像这边呢 在火力的加成上面加了很多 可以来到167 其他的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变 那火力的效率也是够高 主炮效率到150% 那雷装效率其实没有什么变 所以一般来说他在整体的一个表现上面 偶像的整体输出会比原厂来的多很多 好那这边可以排出一个阵容 就是你可以偶像配上原厂的 或是配其他的驱逐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配合贞德来保前排 那配合黎迅牛呢 可以增加整个法国队的一个输出 所以这个偶像二毒其实自己自强化已经够多了 那还可以buff到其他的一个驱逐的部分 增加了驱逐的生存能力 然后自己升的 不论是在火力上面 在雷装上面 其实都有不错的一个输出 所以在装备选择上面 凯旋炮 鱼雷 然后对空炮 113也可以 然后生存再加彩棒 我们先前讲过 他那个空袭是吃雷集的 所以你可以补雷集账面 也可以增加鱼雷输出 也可以增加这个空袭的输出 那为什么选610呢 因为20秒一次空袭 所以我们要嘛就是比20秒来的慢 要嘛就是比20秒来的快 错怪我们的这个鱼雷的输出 这样可以达到不错的一个波段攻击 好 接下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偶像罗恩 偶像罗恩第一个技能呢 就是每15秒会发射这个弹幕 这个弹幕可以命中复数目标 也可以命中弹目标 如果被打到的敌人呢 在6秒都会获得10%的增伤 那如果这弹幕只命中一个敌方单位的话 那3秒内他会禁止这个敌方单位 然后并且追加这个鱼雷的射击 这个弹幕呢是前方 其实弹道很短 然后就是前方三角形 所以要完全命中一个敌方单位 其实是有困难的 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 如果你真的是要使用这个技能的话 手动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命中率 不然自律很多时候可能都会miss掉 其实不太可能会直接只达到一个目标 都会达到复数目标 除非对方是精英怪 可能只有一个人的存在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只会命中他一个人 并且禁止他 好 那第二个技能 第一个技能一样就是开盾 开场跟这个30秒都会开盾 那持续15秒 比较特别的是 蓝盾可以挡子弹 那红盾呢就是打伤害 他直接可以打对方这个伤害 那红盾的面板伤害是50 然后可以受到百分之百的这个炮击加成 面板50大概是什么 就等于一颗重巡炮的榴弹 然后受到罗恩的炮击加成 所以红盾等于说是罗恩打出一个重巡炮 一颗子弹的面板伤害 其实不要小看他 打起来也是有两三百以上的一个伤害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两场的比较 原场跟偶像其实没有太大的差距 血量是在偶像这边会比较多一点点 因为他转手为攻了 红盾拿去打这个伤害 所以基督解量会稍微高一点点 其他在输出什么的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差距 那偶像因为不是科研 所以这个油耗稍微减一了 那其他在效率方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 所以原场基本上跟这个偶像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在技能上面不太一样 所以就算技能不太一样 他也是主炮加一 然后很夸张的一个弹跟弓都非常恶心的角色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放出一个很恶心的阵容 就是两个罗恩 配上三奇美音质 这盾是多到一个不行 然后全部都是铁血队 配上我们的比斯曼 加成铁血的一个属性 这三个人在前盘 基本上超级引盾 超级毒 输出超级头 后面比斯曼也可以buff一堆在他们身上 这个技能非常的可怕 那基础装备呢 因为少了这个装填的优势 原常有装填嘛 那这个偶像没有装填的优势 所以你就只能用榴弹炮 来快速打出这个全弹发射 那鱼类部分就随便装 反正不用看鱼类 那对空SDAG加命中 那附属的设备呢 有命中就加命中 这次有一个不错的回避加速力的高跟险 也是可以用 因为整体如果你配合两个重群的话 速力其实会蛮慢的 所以你可能要配一些小海底亚 或是能够增加速力的 配备在前排 会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啦以上是关于二奇 所有偶像系列的一个介绍 那官方其实有埋下 可能有三奇的彩蛋 不确定啦 如果未来有三奇的话 那三奇整个偶像阵营 非常非常庞大 可能整体搭配起来 会比原厂阵营还要夸张也设不定 那就让我们好好期待 可能有三奇的可能性吧 那有问题的话 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草莓妞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